新中国成立后,我家找到了一些人民英雄的后代,并尽力给予他们优待,但是有一位革命老将的后代,自愿守在自己的老家新线,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,他就是许是有之子许光。 临终前,许光大方捐出数十万元积蓄,但是他的身后事却办得很草率,为什么一代英雄后代的追悼会会如此朴素? 许光,原名许大安,于1929年4月7日出生在河南新县,他的父亲是三野名将许是有,母亲是朱熹明。 许光是许是有将军的长子,他出生的年代正直战乱,其父许是有为了伟大的革命事业,留下了仅出生几天的他,与还在坐月子的妻子在乡下跟母亲一起生活。 许是有离开的第三年,音讯全无,家里人以为许是有战死在沙场,母亲便坐着。 将许是有的妻子许配给了一个庄家人,自己带着年幼的许光艰苦生活。 于是许光与奶奶在动荡的年代里建立了极为深厚的感情。 1947年,我军从敌人手里夺取了大别山一带,还在这里建立了厄与军区,王树生是该军区的司令员。 许光的奶奶知道死事后,就带着孙子去找王树生,询问有关许是有的消息。 他们从王树生那里知道了,许是有不仅活着,还当上了山东军区司令员。 1948年,王树生还帮助两人在天津找到了许是有。 就这样,祖孙三代终于相见了。 由于自幼艰苦的贫困生活,许光没有机会学习,只是一个文盲。 在看到父亲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革命军人后,很是钦佩。 那时,别人经常称呼许光为许大安,这刺痛了许是有的内心。 许是有为了弥补自己对孩子的亏欠,先是给许大安改名为许光,后又将其送到了第五航空兵学校。 开始时,因为之前没有一点文化基础,导致许光很难跟上老师的节奏。 在父亲的多次鼓励与激励下,许光决定改变现状,要好好学习增长自己的学识,成为像父亲一样优秀的人。 许光勤奋好学他是肯干,最终他修完了所有课程,以优异的成绩毕业。 后来,许光又成为大连海军学校的一名学生。 许光在校十三年间,他已经从一个文盲成长为一个品学兼优的军官。 倘若他能继续留在部队里,一定能大有作为。 就在所有人以为许光学有所成,准备大展宏图之际,许是有却要求他回到老家,替自己照顾年迈的母亲。 许光知道这对自己的前途意味着什么,但他不想让父亲难过,就答应了父亲的要求。 临别之际,许是有对这个大儿子满怀愧疚地说,你真是爸爸的好儿子。 许光照顾奶奶并为他送中,那时他也打消了进入军队的想法,留在家里继续建设家乡新线。 许光虽然是上将许是有的儿子,但他并没有借助父亲的荣光享受格外的优待,甚至要求自己的子女凭能力发展。 没有为了儿女向国家索要半分。 在生活上面,许光一家极为节俭,即便子女长大成才了,要改善许光的生活也遭到他拒绝。 许光将新线的发展作为重中之重,还时刻提醒自己,军队里不缺你一个军官,但是新线发展需要你的领导。 为了让家乡发展得更好,许光废寝旺时,不辞辛苦的工作。 曾经有一次,许光为救洪灾,日夜不休息,导致身体受不住,而昏迷了三个日夜。 在未痊愈之时,许光又奔赴了抗洪前线。 在许光的身上,我们看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精气神,他放弃更好的职位,坚持留在家乡帮助地方发展,不因父亲的身份自打偶居。 作为新线县长,许光为新线的发展和百姓的生活付出了太多的心血,他自己则是艰苦朴素,简易木板床再加上昏黄的灯泡。 直到去世,还用着上世纪70年代的大立柜,80年代的沙发,90年代的老实电视。 他的清贫与他大方资助红军的十余万元,形成了鲜明对比。 除此之外,许光在临终前还再次拿出20万余元,用于家乡的慈善事业。 他在临终前交代子女,不用给我办追悼会。 许光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自己的家乡,在重病后也拒绝国家的额外补贴,甚至为了节约资源而拒绝后续治疗。 2013年,许光因病去世,子女将其安葬在老家,留在了那片他淡金结绿一生的土地。 他可以看着自己的家乡一步步发展,这里的人民一步步走向更好的生活。